主料,带鱼250克,主料,冲5克,将5克,把杀好的带鱼洗净,然后把鱼肚子的黑膜要弄干净,这样才不会有腥味,切成段,放点盐和姜丝烟15-30分钟,把腌好的带鱼控干水分,拍饼干面粉,等锅烧热后,拿两片将擦下锅,再倒油,把开了粉的带鱼块放进锅里,用小火把两面,都煎黄, 往后盛起,在另一口碗里,放进酱油,少许盐,料酒和一点点生醋,加入半碗清水和少许生粉拌匀后备用,锅里再倒些油,把姜片放锅里包香,把上面的酱汁的浸烧开后,把坚果的鱼放进锅里,倒少许料酒,用中火闷二到三分钟左右,起锅前放进葱锅了半分钟就可上饼了,烹饭技巧,挑戴鱼的时候,是那种鱼皮一般用的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